化妆师一直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 但化妆师也分为很多种 有为活人化妆的 也有为死人化妆的 这样的人被称为入恋师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入恋师的世界 阿丽是一家殡仪馆的运营经理 由于做的是死人生意 他每天需要盯着那些将死的潜在客户 富豪王百万最近因病去世 阿丽看准时机接近王百万的家人 一整套套餐下来 需要花费十七万元 王家有的是钱 根本不把钱看在眼里 只希望能够将葬礼办得风风光光的就行 但问题是王百万生前没有儿女 现在需要找两个人替他哭丧 阿丽把殡仪馆的同事 盛亏和百搭介绍过去 这两人最近欠下了一笔赌债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赚钱的外块 哭得那叫一个买力 还一不小心出了阳相 惹得金主有几分不悦 但好在有惊无险 葬礼非常成功 做完这单大生意 阿丽请殡仪馆的同时一起聚会 还介绍了自己的老同学大卫 给大家认识 不过在大家介绍自己的时候 却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虽然入恋师这个职业收入不菲 但很显然外界对这行还是会戴着有色眼镜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真实职业 并秘仪馆的化妆师小丁有一个崇拜已久的偶像抱着她的海报 爱不释手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自己心心念念的偶像 竟然深夜出现在了街角 小丁欣喜若狂 询问可不可以和女明星合照 女明星答应了她的要求 但是拍完照后 女明星一眨眼就不见了 此时的小丁啊 还不知道女明星已经死了 医院里记者和警察围成了一锅粥 阿丽准时出现在了这里 女明星的家人表示钱不是问题 但问题是她是出车祸死 脸上有点惨不忍睹 看阿丽这个表情就知道有多惨烈 女明星的姐姐希望她们能帮女明星修复好 阿丽承诺会尽力而为 小丁收到同事的电话时还以为是在开玩笑 她昨晚明明还遇到过女明星 怎么可能就死了呢 同事让她自己看新闻 小丁打开电视机 果然正在播放女明星的报道 女明星是昨晚一点半出车祸死的 但问题是她四点钟还遇到过她 不可置信的小丁掏出昨晚和女明星的合照 惊悚地发现女明星消失了 很快女明星的尸体就被拉来了殡仪馆 但女明星作为一个当红歌手 肯定有很多人好奇她的后事 贪财的盛亏自然不会放过赚钱的机会 于是让百搭偷拍女明星的照片 好拿去高价贩卖给无良媒体 结果被爱慕女明星的小丁撞见 两人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阿里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死者伟大 干这行的呀 需要学会对死者尊敬 甚亏还想反驳 结果被女明星的手一把抓住要害 也算是给了她一个教训 作为女明星的歌迷小丁主动请应帮她化妆 当看到偶像那惨不忍睹的面容时 她悲伤的气不成声 整日消沉不已 回放着女明星的采访和唱片来纪念她 晚上女明星出现在小丁家 女明星说她不想死得那么难看 希望小丁帮帮她 小丁非常卖力地修复 但是修来修去她也不满意 因为啊在她心里女明星是完美无缺的 为了不辜负偶像的遗愿 最后她将自己化成了女明星的样子 躺在女明星的尸体上和她一起下了葬 附近一栋没人住的大楼总是会掉下东西 这天债主来向盛亏和百搭要债 楼上直接掉下了一把菜刀 暴脾气的债主直接就上楼要教训人家 找了一圈却发现楼上空无一人 正准备离开时 在屋里看到一个老婆婆 想也不用想 肯定是这个老婆婆干的 债主上前就抓住她 想要理论 结果扯下对方的一块肉皮 吓得她赶紧跑下了楼 看着匆匆离去的债主 几人知道肯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这时来了一个女人 女人是老婆婆刚从国外回来的女儿 她说她妈妈生前就喜欢从楼上扔东西 肯定是她妈妈回来了 几人看出女人什么都不懂 动了歪心思 建议她多捎些纸钱 骗走对方几万块钱 结果惹怒了女人的爸妈 三人轮流被老婆婆上身恶搞了一番 几人无奈找到阿丽求救 老婆婆说她被绳子缠住了 只要他们能替她解决 就既往不咎 得知几人骗了老婆婆的女儿 阿丽恨铁不成钢 我说了几遍 那死人的钱是不能骗的吧 最后呢 阿丽为几人还了债 还答应帮老婆婆解决难题 她来到老婆婆的坟前 发现她的墓碑上被缠了一根绳子 怪不得老婆婆不能安息 红绳一扯 老婆婆就离开了 虽然阿丽对生者 死者都尽心尽力 但自己的爱情却始终都搞不定 阿丽一直爱慕女同事阿红 但是啊 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开口 等她回过神来 阿红已经和她老同学大卫好上了 而且讽刺的是 还是她介绍两人认识的 阿红和大卫很快便生米煮成熟饭 并决定结婚 还邀请殡仪馆的所有人去参加婚礼 看着甜蜜的阿红 阿丽是有苦难言 没过多久 到了阿红的生日 然而作为未婚夫的大卫 却没有出席 看着失落的阿红 在同事好友的怂恿下 阿丽为她唱了一首歌 可惜唱者有情 听者无意 阿红始终没有感受到她的心意 聚会结束后 一星人来到天台继续喝酒 喝完酒 众人准备回去休息 然而下一秒 阿红就从楼上跳了下去 众人看着这一幕傻了眼 尤其是阿丽 始终不知道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原来呀 大卫自从知道阿红的职业之后 就一直在刻意和她保持距离 阿红只好找上门去和她理论 大卫直白地告诉阿红 她的手啊 是给死人化妆的 每天在尸体上摸来摸去 她非常介意这一天 情场失忆的阿红回到殡仪馆 看到了小丁的鬼魂 但她并不知道小丁已经死了 小丁只是看了她一眼 就转身离开 阿红以为连小丁也害怕自己 双重打击下 才做出这样的傻事 因为阿红是跳楼死的 所以啊 需要招魂 但是几人招了许久 也没有成功 因为此时 阿红正在找大卫算账 大卫那个负心汉 在阿红尸骨未寒的情况下 立马找了个新女友 看到阿红的鬼魂后 她立马扔下女友逃跑 阿红问她 有没有喜欢过自己 然而大卫只顾着下跪求饶 根本连看都不敢看她一眼 阿红这才明白 自己根本就不应该 为这样一个人死去 虽然大卫是个人渣呀 但她也罪不至死 最后呢 阿红放过了大卫 也放过了自己 然而就在她离开之后 大卫又遇到了两名打劫的歹徒 为了不让大卫大喊大叫 暴露自己 歹徒挤刀捅死了大卫 不知道算不算的伤势 因果报应 而阿红的鬼魂 在阿丽的深情告白下 也终于被找回 阿红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你叫我用心唱的歌 我练好了 时光已 使用不回 因为阿红生前 无亲无故 最后是殡仪馆的朋友们 帮她举行了造礼 本片延续了阴阳路系列 一直以来的风格 浓厚的港式搞笑风格 但又夹杂着浪漫温馨 和一丝丝悲情 讲述一群 从事殡葬业的人的故事 有人因为这个职业 而受人嫌弃 跳楼自杀 也有人改变不了人性的贪婪 想从死者身上赚钱 结果被惩罚 而最浪漫的是 为自己偶像的遗体化妆 帮她完成自己最后的遗愿 人这一生啊 缥缈忙碌 生前生后 有人打理也算得上是姓氏 令人身为的职业 却蕴含着最大的温情 每一份工作呢 都值得人们尊敬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这类电影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 可可可可可可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